大众请礼佛三问训 礼敬法师一问训 请坐 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场课所讲的是 玻瑞经 因为我们从奥韩 我们讲到奥比达摩 我们现在是出奇大寿的兴起 那么出奇大寿的兴起 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玻瑞经的传出 所以玻瑞经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 我们的第四十五页 四十五页 就是玻瑞经的这个传 它的溢出或者传出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分了几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 其实它从西元前五十年 西元前五十年 那么就先出现了所谓的原始玻瑞 原始玻瑞 那么它的这个等于是出品 那么因为我们在最下面可以看到 以原始玻瑞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出品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道奥玻瑞经 那么原始玻瑞呢 它比较重什么 个人的解脱 个人的解脱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也 昨天也讲 这个大众系加上分别说系 那么会结合出什么 大圣国法来 对不对 它起源于什么 南方 但是还要怎样 大成于北方 所以第一个阶段你看 它这也是起于南方 然后再流行到西南之后 第二个阶段 是不是要盛行于北方 还是得要盛行到北方去 所以第一个阶段里头 从原始玻瑞来说的话 那么在空方面 它也没说到空 只有说到离 或者无所有 无生无性不可得 这些是不是都比较属于 否定式的思考模式 所以比较属于否定式的思考模式 跟什么 跟法性有关 是不是 它不是马上就讲性空的 不是立刻讲性空 比如说在奥含 在奥比坛来讲 它也没讲到性空 他只能说去表 表达什么 圣圣的空意 表达圣圣的空意 表达圣圣的空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约始玻瑞 他这个 也还没有说到空 从离到无所有无生无性无不可得 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它充满了什么 火定式的符号 所以我们说火定式的符号 在佛号里头 它也算是一种比较 应该算是一种难题 会常讲说 心经这么短的两百多个字 很难完全理解 是因为它充满了什么 火定式的符号 对不对 也因为 它所讲的是什么 法性的这个部分 好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下本波瑞 或者叫下品波瑞 那么以中国古称来讲的话 又叫做小品波瑞 所以下本下品跟什么 小品 其实都一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比较搞混的 那么 那么因为下品波瑞来说的话 也等于道恨波瑞经 道恨波瑞经 那么上面的那个道恨波瑞经 是其中的什么 出品而已 道恨品 那么以下本来说的话呢 它算是什么 道恨波瑞经 道恨波瑞经 那么它的传出 也就在西元前五十年 到西元五十年 那么它就开始种了什么 波瑞道 而且呢 这个下品的这个波瑞来讲的话 也相当于前分中分后分 这三分合起来是中品 也是中本 那么下品来讲的话 或者叫下本 它只是其中的什么 中分而已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下面了 因为从原始波瑞的这个部分 它是出品 集成了什么 下品波瑞 然后再以下品波瑞呢 为核心 再去扩大什么 中本 或者叫中品 有没有 所以中本或中品来讲的话 它等于有三分 是不是 前分 中分 叫什么 后分 那么下品波瑞来说的话 它只是其中的什么 中分 只是其中的中分 那么原始波瑞也等于是道汉波瑞经里面的什么 出品而已 出品 所以它其实是慢慢慢慢的扩大编辑出来的 乃至于到中本波瑞或中品波瑞来讲的话 它的内容跟上品或者上本是一样的 不过它的那个内容增加了四五倍 因为在中品波瑞里头它只有两万两千剂嘛 就是二万二千剂 但是到了上品或者上本波瑞 它是不是已经扩充到十万剂了 它增加了四五倍 但是它的内容是差不多的 等于越是后面它越多了 然后呢 它这个 在上品波瑞或上本波瑞来说的话 它已经到西元前 西元150到200年 它有什么珍藏的思想 的存在 那么它受到什么独子部的影响 已经开始受到独子部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本波瑞或者叫中品波瑞来讲的话 它也融设了一切有部的什么法术 有没有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大圣佛法里面的信空学来说的话 虽然起于南方 但是是不是还要南北综合过啊 但这里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 跟说一切有部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跟独子部有关系啊 虽然它的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我们说是跟大众部跟什么 分别所部有关 是不是 这两者会集合出所谓的大圣佛法 然后呢 再去融设了西北印的部分嘛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表的话 看导师的著作那简直实在不容易懂 尤其我们说下品伯瑞又等于什么 小品伯瑞 有没有 第二行那里有没有 下品伯瑞其实等于小品伯瑞 它就包括了道恨伯瑞经 大明镀经啊 摩赫伯瑞波罗蜜超经 还有小品伯瑞波罗蜜经 乃至于呢 它还是大伯瑞经里面的第四份 大伯瑞经里面的第五份 有没有 还有呢 佛说佛母出生三宝赛 伯瑞波罗蜜多经 那这个下品或者叫下本呢 它等于是小品伯瑞 中品或者中本又叫做大品伯瑞 是的 那最后才叫做上本伯瑞 或者上品伯瑞 有没有 那这个也就是大伯瑞经的什么 初分 大伯瑞经的初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行 最下面叫做初分 大品伯瑞反而叫做什么 是第二分第三分 然后再往上是第四分第五分 它其实也是慢慢慢慢的去扩充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编排方式 反而越晚出的是越前面的分 初分 其实初分是不是最晚集出来的 然后第二分第三分 第四分第五分 那在有关空的这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阶段其实它还没有谈到空 但是充满了这种佛必识的符号 到第二个阶段 它盛行于北方的时候 已经开始讲了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在波瑞的实践当中 明圣神的空性 已经这个信空的这种字眼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 而且要经过什么 听闻思维观察而达 无声法人的什么测误 这是闻思修正 闻思修正 那么因为这个也是慧学的必经之路 有没有 慧学上面的必经之路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 我们说其实它已经融设了说一切有部的法术了 而且其实金刚经的极术 大概也找不过这个中品的这个事 它等于算是第三个这个部分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前分 后分 中分 它的中分等于上面的什么 下品波瑞 对不对 那以中本波瑞或中品波瑞来讲的话呢 它不仅中波瑞道 而且方便道 第二个阶段是不是中波瑞道 那么金刚经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说二道五菩提 就是说在金刚经里头 印尊导师在做科幻表上面也是这么做的 因为在整个波瑞的这个修行过程来说的话 经常画这样子的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这个的基础其实比较来自于 就是所归纳出来的 但是我们说其实 就是信中波瑞学来讲的话 它一样是可以方便的 就是说二道五菩提 波瑞道 分方便道 然后有五菩提 先从八星菩提 好 八星菩提 然后五星菩提 这个叫明星菩提 三道四菩提 其实这个相对的那个为氏吼 它会是前面的什么 是两位 加行贵 加行贵 这个过程叫做修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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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就叫做救进位 其他这个可以对照的起来 表示说我们其实以凡夫众生 因为发心的缘故 发菩提心的缘故 开始踏上什么 成佛之道 知道如何从凡夫众生 要累积福德之良 福德跟智慧之良 然后超凡入圣 然后再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就是说我们会是很清楚的 知道如何成佛 那这个体系其实从 应圣导师的成佛之道里头 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也从什么 三圣共法 五圣共法到什么 大圣共法 这是五圣共法 天 人 身文 圆绝 为什么 不善 我们会发现其实都会有这三道 等于是三道欧生期节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两个什么 关键点 是不是 转世成智的困难 第一个要转的是第六议室 转成妙观 这个的关键在于第七议室转成什么 平等性智 最后第八议室转为什么 大圆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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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五四最后转 其实前五四是最后转 所以呢 从为师 从波瑞 从老师的成果之道 其实都可以对照得出来 不过 以为师来讲的话 他从治疗位加行 会见到 会到修到 会到救济位来讲的话 跟这个比较对得起来 但是 如果以中观 他比较更严格的 他可能会把这个还定成这样子 波瑞道 到方便道 这个是比较高标准的定法 那么他如果定到这里 这个明星辅提就要定到这里 是因为这个之后才能够不退转 我们说在五帝之前呢 退转的机会都还很多 那要到七帝以后呢 那么才叫做什么大圣的功法 不再退转了 行上的不退 我们本来首先讲的说 要位上的不退嘛 是不是 首先一定要位上的不退 还有呢 性上的不退 位上的不退 跟什么 行上的不退 最后一道欧生奇迹来讲的话 是 是大圣的功法 行上的不退 只剩下什么 菩萨道 只剩下菩萨道 这个也可以转过来 看到那个 陈佛之道 是不是导师也画这样的一个图 像个蛋糕有没有 下面 五圣功法 下圣功法叫什么 大圣功法 那其实这个也可以怎么 怎么对照起来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属于低标准的 跟维士去相应 落着高标准 其实以中观来讲是 是比较高标准的 它会把菩萨道定到这里来 明星定到这里来 因为 要保证它的不退转 老师你说七地以上 那我们普通说八地菩萨的话 嗯 那就是七地 七地圆满八地才算 还是说七地 七地圆满八地开始 对 所以说七地圆满以后 对 你不能说上了七地就算 哦不是 是七地圆满 哦不是 是七地圆满 所以我们 那七地圆满 所以就是八地普遍 对 叫做巨征我那个 哦 无功用力嘛 无功用力 而且这个巨征我值 已经怎样 已经摧毁了 它主要是因为 转式承式的困难 转式承式的困难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过程 如果二道来讲的话 就是菩萨道跟什么 方便道 那这个方便道是成熟的菩萨道 其实叫做成熟的菩萨道 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方便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方便 说不要把方便当究竟 那个方便其实是非常前面的 这里的方便道 会是什么 菩萨道的更进一步 因为它这里所要做的就是 所谓的出道谷底就是沿土熟生 庄严佛土成熟众生 庄严佛土成熟众生 那我们说 因为 比方我们说 这条线怎么看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它的次第 对不对 那真常为心系怎么看呢 那等把这条线这样子看 这样知道吧 所以就看我 比方我把这条线我这么画 那各位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 我会觉得说好像 不知道它的深度啊 所以会变成说 好像明星见星见星就成佛 有没有 放下足道立地成佛 会觉得这个次第不清楚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真常为心系其实在次第上是很不清楚的 很容易 好像就是这么一碰触了 如果从这边看的话 我可能会清楚它的次第 但是从各位这样看过来 就好不清楚 所以次第比较坞勻 那为氏来讲的话呢 它的标准比较低一点 空观标准比较高 这个在中观计论里头 其实老师也提过 那真常的那个 那个其实是鼓励性最高的 就是鼓励性很高 因为大家都具有佛性嘛 都具有佛性 而且只要去触碰到了 就叫做成佛 所以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成佛 所以以前我们又 我也曾经发现我下辈子就要成佛 是因为我不懂 是不是就好像说 我如果连试字都不认试字的话 我说我用功一年之后 我就要拿博士学位 那我们说 如果是你试字不多的话 那还情有可原啊 是不是 如果是内行人的话 一听就是不可能的事嘛 对不对 所以修行这种事情 其实也得要内行嘛 是不是 因为生死是每个人的事 是不是 我每个人终生的事 所以我们说 从波瑞道到什么 中方便道 所以第二个阶段 会比较在哪 比较在波瑞道上面 第二个阶段 那说实在呢 其实 比较属于波瑞经典来说的话 像大火基金里面的 普云菩萨会 来说的话 也是 其实最重要 还是在前面的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前面的阶段 走得好的话 后面是不是就 就 就顺了 如果前面的阶段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其实后面是达不到的 尤其像巴士 要集什么 方便道 集方便道 集方便道 所以会有所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叫做二道五普吉 二道五普吉 以波瑞经典对修行的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次第 所以其实这种次第 像导师也讲了 中关跟维士是 在印度来讲是两大规则 一个谈法性 一个谈法性 其实这两者相互运用非常好用 那珍藏的话 因为它的次第 比较不是这么样清楚 珍藏来说的话 往往会比较摸不着头绪 好 那么四十六页 好 四十六页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 其实 所谓的波瑞 它最重要讲的就是什么 圆起星空 OK 就是在讲圆起星空 好 用圆起法 圆起的里头 包括了什么 圆生和圆命 对不对 圆生和圆命 好 诶 这个是 硬嘛 这个叫做硬 然后因为我们的直轴 而怎样 圆生 那我们 试一下吧 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像 是不是也是众圆合合啊 但是我们说它还是有一股 无畏的力量 叫它不断的怎样 圆地 好 不断的圆地 所以我们说 其实波瑞主要就是讲什么 圆起法 圆生圆命 叫做什么 圆起 其实以波瑞来说的话 它用圆起来看什么 看现象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因为信封的原因 要把现象 叫它信封 那什么叫信封呢 就是它所有的点都没有任何的什么特殊性 它不能具有特殊性 表达它的什么 平等性 所以这种平等性 是不是就会跟所谓的灭反的境界结合 所以灭反的境界就是 这些经线都是非常平等平等的 没有任何的界限 因为我们说一旦有界限 是不是就有生灭 嗯 没有界限就没有生灭 哦 圆生之后不能不圆灭 但是圆灭之后有机会不圆生 不圆生是不是就可以不圆灭啊 嗯 哦 不圆生 就有机会不圆灭 圆灭之后有机会不圆生 是因为我们放下什么 自信妄指 啊 所以呢 这个法信空来说的话 它会是什么 涅槃的疫名啊 那么也就等于说 波瑞来讲的话 他比较注重的会是什么 圣意上的空啊 对不对 我意思是不是比较注重的是什么 赤属地上的空 有没有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 啊 虽然都是在讲空 但是 我们说因为信空他比较偏向什么 空 那么为事来讲他偏有 但是他也得要谈空 哦 那以中观来说的话 以波瑞来说的话呢 他是透过无我 哦 他中在三法印里头他中无我 他用无我来通 哦 因为无我才会形成出所谓的什么 这个 无常的现象啊 对不对 因为信空本身其实他的特性在于无我 对 这个空跟无是不是都是否定式的符号啊 无我 诸行无常啊 对不对 诸宝无我 要怎么念法 请 你波瑞来讲的话 其实他透过 他中在什么 无我 也因为无我而产生了无常的现象 因为 无我 放下自信妄直的话 他们可以达于什么 涅长直径 哦 所以 波瑞来讲的话 他中无 我 我 我一世 他比较重什么 无常 绿性上 是无常 一个重 重无常 一个重什么 无我 他各有所重 各有所重 但是呢 我们说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所谓的佛法跟大圣佛法 佛法 佛法 我们可以说 老师把佛法定在什么 大圣佛法兴起之前 跟本佛教 原始佛教到不卖佛教 都叫做佛法时期 对不对 那么以佛法跟大圣佛法来说的话 我们说若以空中跟有中来说的话 嗯 佛法会比较属于什么 有中 比较同现象来谈 对不对 大圣佛法会比较属于什么 同同 同法 性来谈 好 所以佛法呢 他面对生死 生死流转的现实 经过修持而达于涅槃理想的实践嘛 所以我们说欧函的空 他是不是比较重在这个解脱道上面的修行嘛 好 所以所谓的会呢 他是达成怎么样 解脱的什么 好 根本法门 好 会学 好 我们说能不能解脱生死的关键在于会 定是辅助 戒是基础 是不是 一定要有职戒的能力才不会怎样做三二道去嘛 保持人生 对不对 但是是由会 因为会是眼目啊 好 那么 因为有会的缘故才有机会跳脱出来 好 那以大圣佛法来讲的话 因为他比较重性 法性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菩萨道 因为大圣佛法是不是就是菩萨道 好 就是属于菩萨道法的话 那么他必须能够怎样 事出事入而无安 以佛法他是不是急于事出啊 对不对 他比较 就是 clearer exp racist 一辈子 正确 让你已经承识 直接地来说 范格 或积格 那么 这是 把它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能夠結合 是因為英文他怎樣 上面 所以他才能夠怎樣 釋出釋入而無礙 這個是屬於釋出的部分 這個是釋入的部分 在生子流當中是屬於世間法 但是呢 你不再來講的話 他就是做過英文法 做過性功 而偏達的一切 而有機會怎樣 平等 不落兩邊 不二 這就有所謂的不二啊 生命 就像生命 生跟滅 像龍樹不散 後來講的 不生不滅 不依不義 不長不斷 還有什麼 不來不出 本來這兩 這種的不二 它等於是四倍的不二嘛 心經是不是有三倍的不二啊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解 對不對 一個是先講他的有物 生命看得到他的有物 之後一個是直上 一個是量上 直 也就是夠跟進 量是不是增跟減啊 在現象上 我們可以看到有增有減啊 對不對 在直上我們可以覺得 可以發現說 有夠有進 但是為什麼說不夠不進 不增不減啊 這個不是不是來自於信封 這邊信封 這邊有信封 那麼這樣講不是很麻煩嗎 就乾脆用不二 不生不滅 生是信封的 滅也是信封的 它是什麼意思 生不是絕對不變的生嗎 滅也不是絕對不變的滅 它是不是生中有滅 滅中有生啊 好我們每個生下的人都不像命 滅死亡之後是不是又往生 是 這之間是不是其實 如果生細的去看這些因緣的話 它是不是互通的 它其實是互通 這個跟我們的思考 會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們平常講英明學 英明學其實對為師很好用 會是非用英明學 但是周關不能用英明學 因為它會有內在的矛盾情 平常我們說 這個是A 這個是B 我們會想說 A要嘛等於B 要嘛就不等於B 是不是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講法 反而變成A中有B B中有A 這是不習慣的 因為我們會把它當作 一個事情一個事情 是不是很容易落入那個獨存性 因為我們很容易落入獨存性 會把那個現象當作一件事 但是我們說 如果透過波瑞來講的話 所謂透過波瑞來講的話 我們光是講一個人 都不叫做一 不叫獨存的一個人 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眾元和和出來的 眾元和和而生 叫眾生嘛 是不是 有情眾生 但是我們會眾元離散而滅 叫眾滅 對不對 我們既是眾生 其實也是眾變 那這件事 都是透過信空的緣故 因為講到法性的時候 一定是講到因緣法裡頭去 所以這個以大聖佛法來講 他要不 雖然解脫 但是要能夠不捨生死 而且不急於震入涅槃 一般在這個生死流當中 他也能夠去體會到涅槃的境界 菩薩他本身有涅槃的能力 但是也願意在生死流當中 就是才能夠釋出釋入而無礙啊 所以呢 菩薩道的六度萬恨 五度如芒 波瑞為道 波瑞為道 以波瑞為道 好 那第47頁呢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生死跟涅槃 那麼如果以比較佛法的立場來看待的話 它會是兩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波瑞經典來說的話 在這個大聖的波瑞跟奧含經的這個表裡面 中間我們可以看到 波瑞經的聖生意是空性也是涅槃 有沒有 那麼涅槃的體征 它是沒有時空沒有數量也沒有能所 這些是不是都是波二的 這裡講到沒有 其實也是一種否定式的符號啊 是不是 因為我們說時空 我們會覺得有時空是現象嘛 但是當我們透過因緣法來看待的話 它就不是絕對性的 像數跟量啊 能跟所啊 主觀跟客觀 相對的兩邊 我們本來在世間法裡頭看到現象它是對立的 但是我們說透過波瑞就是因為深入法性的時候 它會渾然無二有沒有 為什麼要無二其實是要無別 因為涅槃的境界是不是根本無分別質的現前啊 涅槃本身它是平等的 無二無別的現觀嘛 所以它是不可說的 為什麼不可說 因為言語道斷 絕諸細論 因為我們在語言上已經有分別了 好 所以它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們以波瑞經來講的話 它不斷的講的就是 這個一切法本空有沒有 一切法本不生滅 一切法聖身 為什麼聖身 因為講到因緣法上面去的 因為一切法的不可得 為什麼不可得呢 因為用否定式的符號 一切法怎樣 本清淨 一切法本是極滅有沒有 這個極滅是不是都跟涅槃都結合在一起的 好 所以歐涵經跟波瑞經呢 那麼它其實有它相通之處 但是呢 因為如果不理解它 不理解的話呢 那歐涵跟波瑞經是不是就會對立起來 因為一個重向一個重心 那其實我們說其實性向之間 是不是也沒有絕對的界限啊 其實沒有絕對的界限 我們理解一個人可以從他的長相來理解 是不是更深的應該從他個性來理解啊 個性是不是更深啊 對個性的理解 它是更深的部分 但是我們說任何的東西 它也有它的什麼相友跟什麼 信空 它是不是一體兩面啊 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而不是對立的 而非對立的兩面 好 好 好 那麼 所以呢 在這個 四十七頁 下面數上來第二個地方 歐涵經如果跟波瑞經 這些大聖經典對立來講的話 是佛法的什麼 不信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龍術菩薩 它為什麼它直接從歐涵 歐比達波瑞 其實它把它貫穿起來的 把它貫穿 因為歐涵經的中心思想也是緣起嘛 緣起呢 也就是所謂的 因為在原始佛教裡頭的緣起法 它是定在什麼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 好 所以純大苦 聚氣 對不對 但是呢 透過此無故彼無此滅 不比滅 純大苦 聚滅 緣生 緣滅 流轉 跟什麼 緣滅 那麼以波瑞經來講的話 它發菩提心 修菩薩恨 圓滿佛國外 那麼其實它還是要透過什麼 聖身意 也就是一切法空 法阿法如此的采揚 它所采揚的會是什麼 滅含 它比較在什麼 聖意空上面來下手 比較在聖意空 那其實這個都也還是依著奧凡基的思想來的 不能吃對立的 那因為對立的話 那麼相互之間就相互有頻迫了 是不是 像小聖會認為大聖非佛說 為什麼會認為大聖非佛說 因為大聖的興起都已經很晚了 已經相距四、五百年了 對不對 那奧凡的出現是因為佛陀涅槃之後 做了經典的結集 有沒有 大家共同來傳授 但是呢 比如說龍術不散 對這個也有所說明 就是說 所謂的佛法不一定要佛陀 佛陀來清晰缺所 佛陀子也可以說 天人也可以說 化人也可以說 它擴充了 只要合乎法印都可以叫做佛法 是不是 對不對 只要合乎法印 所謂的法印也就是讓我們做印證 那所以呢 小聖會說大聖非佛說 大聖又會變異 聲文法說它叫做小聖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怎樣 這個尖銳的對比起來 那麼就很可悲 就非常的可悲 所以其實我們說 大聖佛法的心急 那麼要去探它的法源 法源的基礎是不是就在原始聖典裡面呢 是 並不是別有別例的大聖佛法 因為大聖佛法它是透過 透過原始聖典經過布派佛教 它的擴展 對不對 在論意上面的這個開展 之後它才更怎樣多元化的 才形成後面的什麼大聖佛法 好 那麼這個四十八頁這個地方 這四十八頁這裡 你們可以看到有三類的聖者 三類的聖者 那麼有伯瑞字 法柱字跟什麼 涅瓦字 那法柱字來講的話 叫做會解脫 法柱字呢 會比較在世間的現象 透過世間的現象而這個了脫 透過會那麼關照 那等於說色相同性嘛 雖然在法柱字上 所有的法柱字來講的話 會比較在世俗的現象 然後呢到這個涅瓦字 所以透過會學也可以解脫的 在世間的這些現象當中 那麼如果能夠去這個深入觀察 那麼一樣是可以解脫 但是呢他不得神定 因為他只有透過會 那如果屬於具解脫 歐羅漢就是要怎樣 定會相等 定跟會要怎樣 合在一起 他的那個解脫呢 是更更徹底一些的 所以他是得神定的 有沒有他跟定的那樣結合 好那所以在法柱字裡頭呢 緣起被稱為叫做法性法柱 所以呢 法柱字他會從因果起滅的必然性當中 也就是在那些現象裡頭 那麼去如實之 如理作意嘛是不是 然後去厭禮他 由於離欲滅而得到什麼解脫之 所以他一樣可以說 我生以盡犯恨以利 所作皆犯不受厚有 因為透過會是解脫的關鍵 透過會是解脫的關鍵 所以這裡說雖然沒有禪定 但是因為煩惱已經生死已了 這個是屬於以慧得到解脫 因為他知道一切法的經滅 但是他並沒有去正道涅槃 他並沒有正道涅槃 那麼所以呢 以聖身的空義來講的話 對慧解脫的聖者來講的話 因為他沒有涅槃制的超越體驗 那麼他當然不會去怎樣宣說這種涅槃制 不會去宣說 比較不去說法啦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涅槃制 能夠正到涅槃制也等於定位要 要能夠怎樣 能夠均等 和和 所以呢 他可以講到生前就能夠正到涅槃制的絕對超越 名為德憲法涅槃 那麼這個在古代來講的話 就被稱為德滅禁定的聚解脫者 所以我們說這個 要到聚解脫來講的話呢 要到滅禁定 也就是滅受想定 無想定是通外道的 但是要到滅受想定 也就是滅禁定 所以我們說這個我們漏與不漏其實在受而不在想 色受想形式的受啊 好 所以呢 據解脫聖者來講的話 這裡說有憲法涅槃 但因為他耗入深定 或者長期都在定當中 當然也不會去采養 不會去采養這個佛法的 它比較屬於怎樣 自我解脫型的 那麼另外的就叫做什麼 波瑞制 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的波瑞制跟法柱制跟涅槃制的差別 因為所謂的波瑞制來說的話呢 他並不是奧羅漢 他並非奧羅漢 因為他不入深定有沒有 不斷氣窩 所謂的波瑞制他會比較屬於什麼 菩薩 菩薩 所以他不是透過信仰西域聽聞覺想 也不是見神地人 卻有什麼 有滅涅槃的知見 等於菩薩道來說的話呢 那麼一樣是不是還是要有涅槃的這種知見啊 因為我們說菩薩道他必須卑至雙運 他不只是慈悲啊 他智慧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那所謂的智慧也是幫助怎樣 幫助眾生去解脫 但是呢他願意去宣說 因為前面兩者其實都不宣說的 得法助治 得涅槃治 他是不是都不宣說啊 那就要靠什麼 涅槃治的菩薩啊 所以呢 他這裡有講到說 講到一個比喻就是說 就好像在井 在井口望下去 看到了水 如實之見到水有沒有 但是還不去嘗到水啊 他並不去飲這個水 他忍而不振嘛 所以菩薩道是不是用忍畏啊 所謂的忍畏就是 對佛法的確認 深層的確認 但是呢 卻不去證他 因為一旦證了 是不是就會脫離生死啊 就會解脫生死嘛 一旦解脫生死 就不明白菩薩啊 好 所以這個也等於說是菩薩道了 那在佛派的上座佛系來講的話 重於四地 重於四地的知見 所以少有得憲法涅槃 因為他比較重的嘛 重現象 好 比較重現象的緣故 所以他比較超 缺乏超越的經驗 也會被這個激險啊 因為他只是看到而不去 沒有去驗證他 所以難免還是會被激險 那唯有得 唯有怎樣 有涅槃之界而不正 在崇尚菩薩道的氣運當中 有沒有 求成佛道利益眾生 才會怎樣 充分的發揮起來 好 所以呢 要正 正之見到有滅涅槃 而不正什麼 不正得阿羅漢 就是明明也知道 要有所謂的有滅涅槃 但是呢 卻不正得阿羅漢 他會是比較屬於什麼 菩薩 所以他在說 不入滅禁定 而有聖神涅槃之見 有沒有 因為入了滅禁定 是不是就等於是正了阿羅漢啊 好 一旦正了阿羅漢 他就不是菩薩了 所以在初期大聖來講的話 叫做 觀一切法功而不正入實際的什麼 菩薩模樣 好 他能夠升觀而廣行 為什麼能夠廣行 其實他是不正的 好 對佛法深層的確認 深層的確認 好 所以我們說菩薩他其實是透過 透過 深祥忍 等於一個就是 他也必須要聽聞佛法 之後柔聖忍到什麼 無神法忍 所以菩薩他不是用正果的方式 而是用什麼 神位 的這種忍 是對佛法深層的確認 這種確認是在因緣法上面的確認 好 所以這裡講到說 大聖佛法當中呢 菩薩觀空而不正實際啊 是因為怎樣 智慧深而悲怨切 當然還包括佛力的價值 那麼在最原始的見解裡頭 有不深色心 細於原中 不入深定 有沒有 因為一旦入了深定的話 入禪定就很容易多二聖嘛 他是不是就會去證得深聞 深聞果嘛 所以呢 他一旦證了 所謂證實際也得是去驗證了什麼 涅槃 驗證了涅槃 所以我們說菩薩 真正的菩薩道上面 他是不入深定 不斷細禍 因為 以解脫者 其實他就是透過怎樣 入定斷禍嘛 而怎樣不受後悠 所以 像米勒菩薩他就說 歲父出家 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但是這個都屬於深定跟什麼 細禍 不是淺的定 淺的定 淺的定菩薩還是要的 對不對 出的禍是不是一樣要斷啊 一樣要斷 不斷的是那個細禍 細禍的部分 所以法就持經譬喻師來講的話 菩薩雖符我見不顧邊際 免不起身分強 而遇廣秀菩瑞 所以在滅盡定心裡頭 不樂住 悟令菩瑞有斷 有愛 因為透過斷生死流之後 其實就不名為菩薩了 所以呢 以菩薩來講的話呢 他因為有非力所持的緣故 所以他自知怎樣 此是學時非是正時 他是要不斷的學習啊 一旦驗證了他就 他就脫離身世 就不名菩薩了 所以這裡講到說 不靜煩惱不做就靜想 也不去取涅槃 會成為觀空而不正空的菩薩 所謂的菩薩他是觀空而不正空 最深澈的也就是名為無神法忍 無神法忍 那因為能夠達於無神法忍之後 那麼其實水到渠成 他必然怎樣 必然會成佛的 所以我們說菩薩道 他只要行到二大奧生期間嘛 是不是就蒙佛授祭了 那麼雲童 是不是 像雲童佛陀的這個前世 的過去世 這個雲童 他是不是也等於是修 修滿了二大奧生期間 有五朵蓮花的 金色蓮花的故事嘛 對不對 他把他的頭髮怎樣 散在那個 燃燈佛要經過的道路上 是不是 所以他蒙佛授祭嘛 燃燈佛為他授祭說 你將來必定成佛 是因為 因為能夠到達所謂的什麼 無神法忍為的緣故 所以在奧別達摩當中 所謂的人他是一種無間道 所謂無間道就是他持續不斷的 人而不正 知而不正如 知而不正如 知而不正如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波瑞道 他會是成就菩薩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對不對 就像《心經》裡面講到 三世諸佛要依波瑞波羅蜜多故 得奧妙多羅三妙三妙提阿 對不對 所以要依著波瑞 因為菩薩六度萬赫 五度如芒 波瑞為道 波瑞為道 那麼在我們的第四十九頁 第四十九頁 這裡可以看到所有的波瑞法門 在最初的時候 在最初他還屬於聖身義法門 因為他還不夠怎樣普遍洪傳的時候 所以以《小品波瑞經》 《小品波瑞經》 《小品波瑞經》是不是出現得早啊 他出現得早 他就曾經講 《小品波瑞》在第二個階段 怎麼就出現了 在西元前五十年到 西元五十年 《小品波瑞經》裡面就講說 《世生波瑞波羅蜜亞》 應於阿比拔至菩薩前說 世人文世不依不悔 所謂的阿比拔至就是什麼 不退轉的菩薩 在早期來講的話呢 伊波瑞會覺得它是聖身的法門 一定要到不退轉以上的菩薩 之前才能夠講 他才能夠去接受而不會懷疑 那因為不退轉的菩薩少之又少啊 是非常的少 所以會覺得它非常的深 所以大家講說 無量無飆生起義 眾生法要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若於中若一若二 住阿比拔至地 因為不退轉的菩薩 這裡講到不退轉的菩薩 會比較嚴格要求到什麼 行的不退轉 我們的不退轉 性上的不退轉是不是最早的啊 之後是位上的不退轉 然後是什麼 情上的不退轉 到行上的不退轉就是等於要七地圓滿喔 要到七地圓滿是不容易的 等於說在早期來說的話 波瑞經典來說的話 要到不退轉的菩薩才能夠接受 但是逐漸 因為九行的菩薩也能夠怎樣 逐漸來信解 所以能夠信解甚深波瑞波羅蜜 來說的話 當之菩薩如何阿比拔至啊 也就是說 其實它慢慢的會 越來越普及化了 那麼也等於說 本來是要求要不退轉以上的菩薩 才能夠理解波瑞 但是逐漸的呢 也因為透過波瑞才能夠不退轉嘛 所以呢 這裡就講說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世尊 弱人於過去是能夠不久行深波瑞波羅蜜呢 則不能信解 那麼也就是說 它能夠透過波瑞來知道如何的不退轉 其實也是過去是不斷不斷的行了嘛 深了波瑞波羅蜜多的緣故 所以它也逐漸能夠怎樣信解 也表示說 對波瑞法門的接受的那個群眾慢慢躲起來的 它的標準不是定的那麼高了 那麼這個比較前面的 那麼只要他願意去行比較深的波瑞來講的話 他也還是可以去接受的 所以在進一步來講的話 還有呢 包括心發意的菩薩也有信解的可能 等於說剛開始初發心 心發心的菩薩 因為他怕多 就是說如果是隨著惡知識 也就是說他如果這個應該說 因緣福報不足的話 跟隨著惡知識的話 他就會怎樣 經不退沒 但是如果能夠隨到什麼 善知識 文說 文是說著呢 則不經不退沒 這是不是更有機會了 如果因緣福報夠 智慧資料夠 能夠碰得到 所謂的善知識的引導的話 縱然是心發意的菩薩 也能夠選波瑞 當然如果是惡知識 說惡知識 也就是他沒有辦法很正確的 來理解波瑞的話 那本也會經不退沒 很多年前我也碰過一個人 他也問說 他讀波瑞金 他下了好幾個月 我們一般想說 奇怪為什麼我不下 不害怕 一個我們是不知道害怕 一個是誤解之後的害怕 因為太多否定式的符號嘛 是不是 很多眾生我們說 說有我容易啊 但是講無我 我們是不是不容易接受啊 如果沒有很正確的認知無我的時候 會想說明明有我 為什麼講沒有我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不是素世解以來 自私自利的細心 其實我們都以自我為中心啊 一旦否定了這個部分 我們會覺得不知道有 不知道依於何處 這個我到底跑到哪裡去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誤解了所謂的無我啊 但是我們如果說誒 無我的 所謂的無我的 並沒有否定 我的現象的存在 是不是還是尊重我像的存在啊 只是那個我像是不是隨時在變啊 隨時在變啊 十年前的我 一年前的我 到今天的我 跟昨天的我 乃至明天的我 是不是都不大一樣啊 啊 因為我們如果是左右我像的時候 我們會以為是同一個我 是不是 啊 那個 我們說生氣的去想 這個是不是就要想到因緣法上面去了 才會知道 哦 原來我們的細胞在生命 我們的那個 那個在哪晃啊 是不是 我是清空的 對不對 雖然有我像 但是我是清空 所以也可以說無我啊 對不對 那這樣說無我會不會害怕 就比較不會害怕 因為正確的理解的時候 就能夠怎樣 不經不退沒 好 所以 其實我們說 學波瑞來講的話呢 其實會越來越怎麼樣 越有機會學 也要有因緣福報智慧資料 所以這裡說 進一步的說 再進一步的說 那麼一切法空的這種波瑞生意 是什麼人都能欺負 因為在到中品波瑞來講的時候 他說 是法門必跟菩薩摩阿薩所入 那佛言呢 頓跟菩薩也可以入 我們昨天說要五世具足才能入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很關心 我到五世具足要具足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們可以看 當然在過 在早期來講的話 確實要善跟一緣非常神通 五世具足 但是逐漸逐漸的因為佛法的這種普及 其實不見得 因為立根菩薩可以入 那頓跟菩薩都還可以入 因為世門呢 中根菩薩 善心菩薩 一可入世門耶 這一看喔 我們就會覺得越來越安心之間 我們越來越有機會入什麼 菩薩法門 因為世門無礙啊 若菩薩摩阿薩一心學者呢 皆入世門啊 人我們願意學都可以 都可以入門 所以所謂的菩薩聖法門來講的話 是三根普輩耶 是人人可學可入喔 當時我看到這個部分 我自己都嚇一跳 以前我們都說 念佛法門才叫做三根普輩 竟然菩薩法門都可以三根普輩 人人可學可入 那這個就是直接從什麼 法性平等 法法皆空 皆如 法法皆空皆如啊 這個如也就是真如的現象 就是真理的現象的現前 我們說要如法如法嘛 對不對 所謂的如它跟真理的現象 也就是涅槃的現象 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說 能不能真的涅槃 能不能去感受到 所謂的真理現象的現前 其實我們還是要從什麼 法性平等嘛 法法皆空皆如 具深入的法門 所以菩薩法門它 菩薩法門是不是三根普輩的啊 人人可學可入 這個真的給我們很大的鼓勵耶 是不是 如果能夠很正確的理解跟知 能夠知道的話 其實這個並不困難 真的不困難 當然我們說 欸 這幾天我們所說的 因為我們都是非常大的這樣子說過來 雖然都只是蜻蜓點水 那當然從蜻蜓點水 忽然間就要全抖 那是不可能啊 但是我們說要學波瑞法門 從祭鋼經 心經入門 其實並不困難 熏息 熏息 只要能夠熏息的話 其實我們說真的是三根普輩 所以看到這個部分我們都會覺得 都會願意發一個心就是說 就協助眾生來理解波瑞 因為我們這個也是根據導師的著作裡頭 導師從這個小品波瑞到中品波瑞 這樣子整理下來 就會發現說 欸 原來波瑞法門是戰爭普輩 人人可學可入 並不是說一定要到奧比拔志 行不退轉其地圓滿才能夠學 是不是更加的普遍呢 其實真的只是一個觀念上的一個轉換而已 請問師父要如好如美 時間差不多了 請問師父要如好如美 如何入門呢 如何入門的話我是建議啦 因為在漢傳系統裡頭 金剛經 心經 我們是不是非常的普遍熟悉 從我們普遍熟悉的部分入門 像那個像DVD之類的 看 熏悉 對照經典 因為這個是需要經過那個習慣 思考的習慣 因為我們波瑞法門本身 並不是生活上的經驗 生活上經驗是不是都在法相上比較多 那因為它真的是屬於法性的部分 法性的部分 那是誰每天去讀經 當然每天如果我們沒有機會理解的話 我們從誦經也可以 因為從誦慈經典會熟悉 但是熟悉不見得會懂 只是我們種下了將來會懂的音源 因為我們誦慈 就是說一個比一個人 就兩個人比起來 一個是誦很多遍跟一個很陌生 同樣在聽講解的時候是不同的感覺啊 對不對 種人我不懂 我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那個種子是不是已經種了很多 他熟悉 然後就某個卡 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很容易怎樣 比較容易通 所以當我們還沒辦法去理解的時候 我們多受持 當我們有機會理解的時候 就要逐漸的去學著理解 理解做什麼 讓我們去實踐 實踐 實踐的方法 大波瑞晶 那個 就是我 當一下子從大波瑞晶入手是不容易的 那麼大波瑞晶是不是非常大度啊 從初分一直到五分 對不對 這個第五分 那這些來講的話是不容易的 那總說呢 其實我們說 波瑞晶就是在這樣緣起星空 從晶當晶起晶 建議各位啦 因為這兩部晶是在漢傳系統非常普遍的 熟悉的 而這部分建築的 就是專門研讀 就是專門研讀 這些研讀 大眾請禮佛三文遜 禮謝法師一文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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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套DVD 我能放在這邊的廚藝館嗎